我们在播客中使用的幻灯片 不是对法律规定或政策的完整陈述 因而不能成为该目的的依据 您在做出可能影响进入美国商业的产品安全和合规的决定时 应该参考官方版本的美国法律和法规 以及CPSC已发表的指南 演讲临近结尾时 附有参考文献 您好 我的名字叫Joseph Tsai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资深合规官员 今天我将用华语 向在中国以及全世界华人生产出口 和进口婴幼儿耐用产品的产业 说明美国婴幼儿耐用产品的共同要求 首先我先向各位解释什么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接着我要向各位说明婴幼儿耐用产品需要遵守什么法规 然后我要向各位说明婴幼儿耐用产品在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下的产品注册和标签要求 然后我要向各位说明消费品安全改进法下支儿童产品的第三方测试和认证要求 最后我要向祝册提醒其他的共同要求 那是签、塑化剂和小部件 那什么是婴幼儿耐用产品呢? 婴幼儿和幼儿耐用产品被法律定义为给五岁以下儿童使用或可以合理预期使用的耐用产品 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要求CPSC颁布婴幼儿耐用产品的安全标准 这个法律要求新的标准与现有的自愿标准相同 如果能降低受伤的风险则新的标准可以更严格 那婴幼儿耐用产品需要遵守什么法规呢? 第一,婴幼儿耐用产品必须遵守其个别的专属产品规格 第二,婴幼儿耐用产品必须遵守产品注册和产品标签之规定 第三,因为婴幼儿耐用产品是儿童产品之一 因此婴幼儿耐用产品必须遵守儿童产品的第三方测试和认证之规定 最后,他们还要遵守其他共同的规定 那就是签、塑画剂和小部件 这里共有27种不同的婴幼儿耐用产品 所以有27种其个别专属的产品之规格 但是今天我们不讨论这27种不同的产品规格 那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自2011年 我们开始对婴幼儿耐用产品执法后 我们总共发现388件违规的产品 其中27%是注册违规 5%是注册违规加上标签违规 4%是注册违规加上认证违规 28%是注册违规加上标签和认证违规 仅仅只有36%是产品的规格违规 也就是说 非产品规格违规的居然占了64%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二 因此今天我想向大家解释 婴幼儿耐用产品的消费者产品注册和产品标签之规定 消费品安全改进方案明文规定 婴幼儿耐用产品必须要有其特定的产品注册表和标签 那产品注册表必须附在产品上 产品标签必须在产品本身和其产品包装上 产品上的标签必须是永久性的 那产品注册表和产品标签是为了促进产品的召回效能 那应幼儿耐用产品的标签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第一要有制造商的名称 第二要有生产日期 第三要有产品的适量名称或型号 也就是model名字还有model号码 第四要有产品的原产国及其城市 最后要有制造商的联系信息 而且必须是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再重复一次 制造商的联系信息必须是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接下来我要谈谈应用耐用产品的产品注册要求和产品注册表 产品必须要有由资已付的产品注册表 注册表必须附在产品上 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后能注意到它 制造商的名称和制造商在美国的连续讯息 产品的适量名称和型号都必须已印在注册表上 制造商必须保存消费者所注册的资料与记录 最后必须能让消费者在网上注册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产品注册表的范例 上面是让消费者所保留的部分 下面是让消费者邮寄回给制造商的部分 左手边是正面 右手边是背面 消费者所保留的部分 它的正面应有目的声明 并且其背面必须要有制造商的美国连续讯息 这包括地址和注册网站 如果没有注册的网站 则必须要有电子邮件的地址 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这包括产品model的名称 model的号码和制造日期 消费者寄出的部分必须已付邮费 所以消费者不用付邮资 消费者寄出的部分 其正面必须要有制造商的美国邮寄地址 消费者寄出的部分 其背面必须要有让消费者填写 其连续讯息的地方 这包括消费者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的地址 而且格式必须要像这样一格一格的 所以消费者可以填写英文字母 此外 背面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这包括model的名称、model的号码和制造日期 接下来让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看产品注册表 这是让消费者所保留的部分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正面应有目的声明 背面必须要有制造商的美国连续讯息 这包括地址和注册网站 如果没有注册网站 则必须要有电子邮件的地址 而且背面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这包括model的名称、model的编号和产品的制造日期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产品注册表 消费者所邮寄出去的部分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这是背面 消费者寄出的部分必须已付油资 所以消费者不必付油费 当然必须要有制造商的美国邮寄地址 背面必须有让消费者填写其连续讯息的地方 这包括消费者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 而且格式必须像这样子一格一格的 所以消费者可以填入英文字母 最后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这包括model名称、model号码还有制造日期 接下来我要谈谈儿童产品的第三方测试和认证 婴幼儿耐用产品是儿童产品之一 所以婴幼儿耐用产品必须要有第三方测试和认证 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要求制造商必须将其儿童产品 包括了婴幼儿耐用产品给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所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按照适用的美国法规检验 经过检验后 一、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验报告提供一份儿童产品证书 也就是CPC 儿童产品证书必须提供给零售商和或分销商 并在报官也就是美国海关时随附 那儿童产品证书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第一,必须要有产品的名称 第二,必须列该产品所通过的每个CPC儿童产品安全规则 第三,必须列签署该产品证书的进口商或美国国内制造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第四,必须列检验报告持有者的连续讯息 这包括了姓名、地址、Email和电话号码 第五,提供本产品的生产日期和其原产国及城市 第六,提供本产品检验的日期和地点 最后,提供检验本产品的CPSC认可知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CPSC网址有多种儿童产品证书的范例?请到我们的网站看一看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其他儿童产品的共同要求 首先是有关于小部件的问题 婴幼儿耐用产品是给婴幼儿用的 因此当然不能有小部件 接下来是铅含量 儿童产品的婴含量 儿童产品的婴含量 特别是塑料中的婴含量 不可超过100个ppm 漆里的婴含量 则不可超过90ppm 接下来是塑化剂 这8个塑化剂每个不可超过0.1% 塑化剂的规定适用于儿童玩具 以及让3岁及3岁以下儿童方便入睡 喂食或帮助其隐息或出芽的用品 接下来让我们来进行婴幼儿耐用产品的案例分析 请问以下哪一个产品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中间的那个产品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它是婴儿碰碰座 左边的产品是玩具熊 右边的产品是弹跳球 这两种产品是儿童玩具 不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请问以下哪一个产品不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奶嘴不是婴幼儿耐用产品 请问应幼儿耐用产品的标签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第一是制造商的名称 第二是生产日期 第三是产品适量名称或型号 第四是产品的原产国及其城市 最后是制造商的联系讯息 而且必须是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以上的讯息必须在产品本身及其包装上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产品注册表 那消费者保留的部分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正面需要有目的声明 背面必须要有制造商的美国连续讯息 这包括地址和注册网站 如果没有注册网站 则必须要有电子邮件的地址 而且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这包括model的名称 model的号码以及制造日期 那消费者邮寄回给制造商的部分 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正面必须已付邮费 所以消费者不必付邮资 必须要有制造商的美国邮寄地址 背面必须有让消费者填写其联系讯息的地方 这包括消费者的姓名地址 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 而且格式必须像这样子一格一格的 所以消费者可以填入英文字母 当然必须要有已经印好的产品讯息 这包括model的名称 model的号码和制造日期 您希望在美国销售此产品 这是婴儿育座椅 在将此产品带入美国之前 您应该准备什么呢 第一,必须确保产品本身和其包装上 有永久性的应用而耐用产品之标签 第二,必须确保产品上附有产品注册表 第三,让CPSC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您的产品 并确保产品通过所有适用的CPSC之法规 最后,在检验之后 依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验报告 提供一份儿童产品证书 也就是CPSC 并在报关美国海关时随附 并在深海了 并在卫生的一条检验 我们可以遭遇上延迟 对这些东西 并在所有的检验 简直到隔壁 并在外面 并在这两个检验 并在木炉 并在这两个检验 并在一条检验 并在第一条检验 并在这两个检验 并在这一条检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